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佛洛阿德 要来谈一谈 他推荐的书还有好看的电影 阿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阿德一开始呢 他推荐的书都很好 而且都是那种 我看到了应该不会自己去拿来看 因为我人生是有惰性的 不过呢 每次他推荐书我都很有收获 只是现在这本书 我真的把它看完你知道吗 但是我心里非常沉重 你说吧 对啊 就是这本书叫白痴的历史 然后是猫头鹰出版的 我们要像这样子的 愿意出这样的书的出版社致敬 对 这是一本论文 对 然后这个作者是塞门贾勒特 他是英国的历史学者 他目前是伦敦大学的研究员 那我觉得这本书呢 为什么非常值得看 因为其实帮他写序的人也有写到 就是2016年的时候 在日本有一个叫百合园的 就是那个类似疗养院的 有19个人被杀 那为什么呢 那里面的那个杀人凶手 他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 他说他之前就已经写写信给日本众议院议长 然后预告他犯罪 他说我除掉了这些 有身障的这些障碍者 等于是帮他们解脱 也是帮社会除掉了这些负担 因为这些身心障碍者 就是社会的负担 对 然后所以呢 就是这样的事件啊 随着我们台湾越来越这种人口老化等等的 也有很多人认为 当人老了以后 他可能就是智能或身心出现了一些状况 需要人要照顾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那可能就是会有非常多的犯罪行为出现 那这本白痴的历史 其实就在反映 就是从 主要他的聚焦应该都是在英国啦 还有谈到一些欧洲其他国家 是怎么样处理 所谓他们所称为的白痴 然后这些心智障碍的人 他们曾经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其实你这本书让我想到 我看那个达文西密码那本书的时候 我相信你也想到了 也就是说你看他利用谁去当杀人狂 基本上也就是一个白痴 对不对 虽然现在人家不准我们讲白痴 可是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判断能力 然后谁养大他 他就去效忠谁 对 然后叫他去做什么事也会 所以这也是当初在历史上 为什么本来这些 就是所谓他们认为的白痴 心智障碍的人 是本来是生活在社区之中 就是他第一步里面谈到的说 18世纪的白痴跟弱智 然后他们都是受家人跟领主的监护 然后13世纪末居然还改由国王监护 而且那时候国王就可以等于是 比如说有一个家庭 然后他们可能生了个孩子 男的 然后那个男的当然是继承家庭 因为以前是重男精女 可是那个人如果是被认定白痴或弱智的话 国王就可以把他的财产跟土地 所有的钱财都把他掠夺过 变成是他的 对 所以呢 他这边有提到历史上非常多的一些事情 有的人还用什么方法 比如说有一个弱智的约翰爵士 他也是爵士 然后他本来有一个正常的儿子 可是他儿子死了以后 财产就被人家掠夺 然后那个掠夺他的人多厉害 他居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然后呢 他是他的岳父 他就开始帮他管理财产 然后后来跳出来的是堂兄弟提起诉讼 所以白痴很常常会变成被寄予的目标 钱被夺走 然后最后变成穷人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也常这样啊 当大家发现 大臣发现这个皇帝是在阿达阿达的时候 就赶快把女儿嫁进去 有没有 就变成了皇后 然后慢慢的他就夺取政权 对啊 可是我相信在古代应该 即使是在我们这里 也是有非常多这些人 因为他们有智能障碍 所以成为被觊觎的目标 不过这本书我觉得 他比较有深度的一点在于 他有你不要以为 就是那种用什么IQ测验测出来的才叫白痴 事实上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八国联军的时代的话 那些外国人就因为我们种族跟他不一样 文明进展也不一样 他们来中国可能看到我们也是觉得我们是一群白痴 他们认为东南亚的那一群是弱智 他说每天都懒洋洋吃饱睡睡饱吃 然后好像没有智能这样子 然后不过他说 当然因为中国是有盖很多很漂亮的建筑物或者什么 他说的确是比较不属于这种的 可是其他人在他们眼里都是属于原住民野蛮人 他看的是硬体建设来判断他的智商 是这样 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就是会 那时候而且18世纪英国的法律非常严苛 所以有很多那个 就是智能有障碍的 他可能偷窃了一点小东西 他可能也不是偷窃 他就走过去 他饿了 他就拿起来吃啊 然后就会被判绞刑 就死掉了 就好像是那个悲惨世界 那个经典故事面描写的内容 偷个面包是怎样 但是那时候就完蛋 对 但他们那时候是因为他很饿 而且他的那些家人都很饿 所以他还偷面 不过那个他是有意识 可是偷个面包也不至于要判个十几年吧 是 对 可是18世纪居然会有人智能就是有问题 他饿了拿了人家的苹果起来吃 或什么 他就会可能会被判死刑 所以当时的这些智能障碍的人 他们可能就跟家人生活在一起 而且生活在社区 那受到了一些保护 当然也是有一些社区的人会欺负他们 比如说Key他们取错号 这本书还收集了一些当时骂人家的错号 什么纸糊脑袋 木头脑袋 跟我们这里也是蛮像的 差不多呀 对啊 然后他们认为天生的缺陷是上帝所赐的 而且无法治愈 所以不能够算是一种罪过 对 然后后来 可是后来到18世纪以后 英国跟欧洲还有西班牙 他们不是向外去探索 甚至发现了美洲大陆 然后他们就觉得 中南美洲 南美洲那些人 都是野人 然后就称呼他们为白痴 然后甚至库克船长 抵达澳洲的时候 他发现 这全部都是野蛮人 在他们的眼中 这些人就是弱智跟白痴 可是那些人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穿衣服的概念 其实那就是文明的差异 对不对 可是他们就认为 亚洲澳洲 还有美洲 通通都是 这些土著原住民 全部都是白痴 他们觉得 他们狼吞虎咽就像白痴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概念 说我们欧洲人才是文明的 所以我们统治他们 我们掠夺他们的土地 是正常的 因为这些白痴 他没办法治理 他自己 对他们无权拥有这些土地 就像他们以前认为说 国王是监护这些智能障碍的人 他们的土地跟财产都是属于国王的 就国王可以理所当然把他们拿来 是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这白痴的惨痛历史 骂人家白痴现在你大概会被罚五万块 会被告 但是我觉得白痴的历史这本书 真的能出的人很有勇气 因为像我们这样努力把它看完 后面还有二十多页的那种学术论文 引致哪一个期刊 真的让我想起我最近在写博士论文的噩梦 因为我的参考文献也有这么的多 好 18世纪至今 世人如何看待智能障碍者 这是一个人类的历史 幸福好时光 阿德来讲白痴的历史 这是猫头鹰出版社出版的 其实里面也有一些让我觉得很有感的章节 就是利用婚姻 刚刚你讲了 来这个持夺 觉得智能障碍者的财产 尤其当他没有监护人的时候 里面就出现了几个 他是富家子弟 可是他真的没办法 其实我说我在皇帝的历史上也看到很多 就越生越笨 那你要怎么办 对 可是这时候就是会有人去想要霸占 连现在都有啊 就你看着一个人 他也许他不是笨 他可能就是 他是弱智 或者是没有这个未成年 就是还没有足够的社会能力 于是他就被骗了 靠婚姻来夺得财产 这种居心否册是在人类的事实 现实社会上完全发生 就是一个彻底的计谋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们刚刚说 因为他们就是跑到了亚洲啊 或者是美洲大陆 然后他们就把 就是欧洲就透过了这些旅游书籍啊 或者是相关的探险的那种书籍 就散播了一个概念 认为我们欧洲的人应该要统治这些野蛮人 然后野人呢就是儿童跟白痴 蛮人是属于青年青少年跟弱智的程度 然后文明的欧洲人才是真正的成年人 然后成年人应该要统治跟管理这些野蛮人 还有他们的土地跟财产 所以他们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跟杀害 就是那美洲的那些原住民啊或等等 而且他甚至认为这没有什么罪恶感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弱智跟白痴 我们就应该要管理他们统治他们 所以就是这些章节呢也在那边讲 虽然很多人会觉得 我的智能很正常啊 我也不是所谓的白痴跟弱智 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周围也没有这样的人 可是事实上在当年的眼光 他们就认为在亚洲除了欧洲以外的 包括非洲那些全部都是在他们眼里都是属于野人跟蛮人 都是应该要被管理 其实一直到后来还是有人用文化来区别你是不是白痴 但是也有人家在做过这种科学实验 他发现就是像你这个非洲完全没有经过教育的黑人 还有比如说你是非常精明的白痴人 用智商来而言 事实上是一样的 智商没有任何人种的差异 但我们一直觉得有 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像第六章也是相当的恐怖 他们认为黑人是属于白痴的程度 黄种人是弱智的程度 所以只有白种人是高高在上 对所以他们就是大量的就是那些殖民史 其实也是他们堂而皇之 说其实因为你们就是白痴跟弱智 所以我统治你们掠夺你们 抢夺你们的土地财产金钱都是正常的 然后在第七章里面他会提到 后来十九世纪以后大量兴建了一些收容所 就把有智能障碍的人或者是有精神困扰的人 全部都把他们关起来 然后用高墙把他们就是全部 就是他们跟他们的家人 即使他们家人有能力 有财力可以照顾他们 依然国家都要把这些人带走 然后把他们集中管理 然后当然在这些高墙的收容所里面 也发生了非常多的惨剧 就是虐待啊 包括性方面的或者是体能方面的 一些就是失孽等等的那种悲惨的故事 就在历史上就是非常的多 然后还有一些话他们说不满足的 这到底是社会福利还是一种限制啊 对他觉得要把他们集中管理 可是事实上他们管理的并不好 对这就是问题 对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 可是世界上的转机是什么 像二次大战对人类来说是个浩劫 可是对于白痴跟弱智来说 却是人生的转机 为什么 因为智能正常人都上战场啦 然后后方需要很多的人力 然后有一些白痴跟弱智 或唐氏症 其实他们是可以工作的 就是你教他一些他可以做工作 他们就在后方做这些工作 然后大家好像 原来他们也是有贡献的 他们也是有能力的 可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啊 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能力中做到 他们可以做到事 他们并不是完全的没有能力 然后结果二次大战结束后 当这些年轻人 智能正常的年轻人回来之后 然后大家就在想说 要怎么处理这些 我们本来认为 他们必须住在收容所 他们只能被照顾的人 然后应该怎么样 所以后来法令又有了一些改变 所以他就在描述这样的历史 不过相信像达尔文啊 等等的一些 我们认为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这些专家 他们也说过了一些非常残忍的话 他们甚至达尔文有说 白痴或弱智就类似像动物一样 那既然是动物 你觉得他可以怎么样的处置他呢 因为他没有 其实他讲的意思应该就是 他没有被文明教化的 只有可能度比较低 对 没有他是认为达尔文是认为可以处理掉 然后他 这是会衍生出希特勒的主意出来 对对对 然后不过这里面有一个笑话 也不是笑话这是真实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 一些心理学家就是根据IQ测验 帮美国175万的陆军新兵做智能测验 IQ测验结果你知道发现 美国白人IQ平均只有13岁 是半低能程度 然后黑人的新兵智能大概只有10岁左右 所以美国还笑人家 人类本来就这样 有95%自认为高智商的人在那儿努力 然后奴役比他不聪明的人 人类就是一个大气小强凌弱高气低的一个世界 可是问题是美国人他们是从欧洲来英国的 他们自认他们自己是高等的人 其实没有 结果他们的IQ平均只有13岁 全世界就是说你就从新济内抓到丛林里面的人 如果你用公平的方法 而不是用英文做测验的话 大家的智商可能还差不多 他们还更能存活 对啊对啊 然后第九章终于这些人从1939年到现在 他们可以回归社区 就是在家里或怎么样 然后进入特殊学校 然后后来有设立这些智能障碍者特殊学校 让他们还是可以学习一些记忆等等的 然后对社会对自己做出贡献 然后当然就是惨绝人寰就是希特勒 那时候1933年他发布了绝育法 他把一些是大概有40万人估计有40万人 包括智能低下或酗酒等等 还有残疾人士他都把他们杀害 因为他认为他们不配活在世界上 他们是人类的负担 我真的觉得希特勒这样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而且他还统治的德国 让这么多人跟随他 这始终是人类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可怕问题 对 好那我们等一下来介绍 大家那个是不是又觉得有点沉重 我们等一下还是来介绍电影 有关于白痴的历史 阿德还有要补充的 这一段至少会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转机 对 那当然现在就是现在的潮流是让他们从小可以念特殊学校 然后回归社区 然后住在自己的家里 那不用在收容所里面 那刚刚提到的一些都是英国的情形 然后本章就是这本书的最后的提到说 英国的亲戚就是美国了 那当时其实也有相关的法令 直到甘乃迪总统就是1960年的时候他当选 因为他的家里就是他的姐妹有一个叫路斯甘乃迪的 他从小就是有智能方面的问题 即使他们家大业大 然后根据法令路斯还是被被送去了收容所 然后后来甘乃迪当选总统之后 就是在家族的压力之下 他也修改了法令 就说这些智能障碍的人 如果家庭可以照顾他们的话 他们可以在家庭跟社区里面生活 所以就是甘乃迪个人的家庭悲剧啊 却造就了其他在美国的其他的这样子的相关人士 他们可以重新回到社区跟家庭的怀抱 好 但愿人类会看到曙光 并没有人想要天生生成什么样子 但所谓的人类平等 其实也是一个 通常都是一个嘴皮上的话题 好 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礼拜好看的电影吧 对 然后大家开心一下 我们来介绍一部很特别的动画片 叫喵的诈骗集团 是猫吧 猫的诈骗集团 然后我们就翻成喵 这只喵很可爱啊 看起来是个小恶棍 他是一只橘猫 也是一只公猫 他叫莫里斯 他非常的聪明 其实这个故事呢 是蛮有巧思的 他是从童话故事 就我们以前听到的那个叫吹笛手 就是有那种乡下有吹笛手 他吹一吹 然后那个老鼠就会跟着他 就被他迷惑 然后就吹一吹 然后就到了河边 然后老鼠就死了 然后这个村庄就没有鼠患了 他就根据这个吹笛手的故事 然后发展出莫里斯的故事 然后莫里斯很聪明 他是个橘猫 他就先到一个村庄里面 他先叫他们的同党的那些鼠辈 进去里面搞破坏 然后村庄人就很痛苦 然后莫里斯再跳出来说 我告诉你们 我认识一个吹笛手 他只要吹一吹笛子 然后这些老鼠就会跟着他走 然后村民就说好太好了 他就说请给钱 然后就把钱收一收 结果吹笛子人就出现了 然后结果那个老鼠就跟着跑 结果到村庄外面以后 老鼠跟这个橘猫 还有吹笛人就开始分钱 这一切都是一套的诈骗 对 那他们就在这里这样子 已经就是套用过好几个村庄了 然后可是这时候呢 老鼠痘痘们他们就说 我们一天到晚做这诈骗很烦了 我们然后一天到晚 就是到不同的村庄一直骗 那这样子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想要安定下来啊 我们想要住在一个地方 有一个幸福的地方 我们可以就安居乐业 就住在那里 不要一直在那边骗人 一直在那边迁徙了 然后莫里斯就说 好啦那我们来干最后一票 结果他们又来到了 另外一个乡镇 然后这个乡镇很奇怪哦 一只老鼠都没有 而且呢 这个乡镇还闹饥荒 大家都吃不到足够的食物 然后这时候 他们遇见了市长的女儿 那市长的女儿 其实就是这部电影的 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叫玛丽西亚 她是一个非常独立而聪明的女生 她读了非常多书 包括童话故事 所以她一天到晚 想要颠覆童话故事 然后她就决定 要跟猫咪 莫里斯 还有这群 外来的这些老鼠 一起来侦办 究竟这个城镇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没有老鼠 然后却也没有食物 到底是什么回事 结果他们就遇到了 另外一个诈骗集团 所以他们就 两方就开始斗智斗力 所以这是一部 非常有趣的动画电影 就是在暑假快要结束之前 爸爸妈妈还有喜欢猫的猫奴们 都可以去看 看卡通总是让人家觉得很愉快的 对 好 那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介绍好看的电影 幸福好时光 阿德来介绍好看的电影 对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一部赛车的电影 这应该也是非常多青少年所喜欢的 那这部GT跨界玩家呢 也是改编自真实的故事 这真的也是非常激励人心啊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些 在玩那个大型赛车机台 或者是在家 一直在玩那个赛车电玩的 都是宅男嘛 然后的确是我们的男主角杨 他也是一个宅男 他其实他们家是工人的家庭 可是他头脑应该算是不错 那他考上了大学 可是他念了大学念念 他觉得好像没有兴趣 他就休学 结果他就整天在家里 就打电动 然后他爸爸就非常的忧心 想说将来该怎么办 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工人嘛 就觉得怎么办 这如果是我孩子 我也会很烦恼 对 非常痛心 结果呢 他后来就打电玩 达到一个极致哦 这时候奥兰多布鲁 就是大家熟悉的 魔戒里的弓箭手 对 很帅的那个 以前很帅啦 对 他现在有点 就是没有好好保养 他在这边饰演的是 那个电玩啊 还有汽车公司的行销总监 他就想出了一个idea 就是在全世界帮这些电玩 举行线上大赛 就是线上大赛 能挑出10个优胜者 然后这10个优胜者 我们会把你集中起来 然后训练你 找真正的赛车教练训练你 让你真正的上赛车战场 让你从虚拟世界 也踏入真实世界 对 而且这样的游戏可以号召 会提高有更多人想要玩这个赛车游戏 其实应该也差不多吧 现在不是都电脑操纵吗 对对对 只是会死而已啊 没有体能有差 因为你开那个赛车 你要有的赛车是24小时的 不能只用这样按键按一按 对对对 这是差别是这样 可是技巧应该是类似的 然后呢 所以我们男主角本来是一个 他爸爸弟弟都找他一起说 你不要一直打电动 我们一起去踢足球什么 他都不愿意出去的电玩宅男 结果他就历经了这些考验 然后最后10强 然后这10强还来个8个国家 里面还有两个女的 就是反正这10强里面 最后要淘汰 只剩下5个人能够进入最后决赛 然后就开始 然后他还会受命啊 会啊 就是真的要你上战场 而且要体能训练很可怕 然后他本来是一个天天打电动的 结果每天就要去训练 然后跑跑步机啊重训啊 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 好想法嘛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这是日产汽车 Nissan所支援的这个电玩 所以所有的赛车都是Nissan 没有没有 这个电玩 这一次的这部电影里面 的电玩游戏室 对所以呢 他就进行了这种非人的训练 就是运动员一样 而且其他真正的赛车手 是瞧不起他们 认为说你们只是纸上谈兵 没有网路谈兵 网路赛车 想要跟我们真正的赛车手比 但是当然这个故事就非常感人 这是真实故事 后来这个男主角 他终于拿到了欧洲赛车手的资格 对 你说这是真实故事 这是真实故事啊 我以为是编的一个竞技场 类似竞技场的故事 它是真实的故事 他后来就成为真正的赛车手 就是说他的眼明手快 跟那个赛车所需要的反应 其实也是一致性有呼应的 对 可是他只是本来体能不够 可是后来受到体能的训练 不过当然这也是有悲惨 他有一次出赛的时候 就是刚开始 然后结果发生了翻车的意外 当然这在赛车场上很常有 可是他翻车的地方正好有一些群众在看 所以有人就因此而死亡 然后很多人受伤 所以他内心充满了罪恶感 对 可是当然这种事件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很伟大的赛车教练 就以前也是赛车手退休以后 他当赛车教练 鼓励他激励他 然后甚至老爸都跳出来说 我支持你 所以他最后就走出阴霾 成为真正的赛车手 这就是一部真实的励志故事 所以接下来你要介绍的是节肌七小时吗 我真的有点怕节肌故事 因为你在空间里面逃不掉 那我感觉让我充满压迫感 但是这部其实是比较他没什么血腥 他这部是一部斗志的影集 然后我们蛮推荐给大家的 而且我觉得编剧非常有巧思 你知道为什么是这部影集有七集 所以这不是一个电影是影集 是影集 就是已经全部都播完了 所以推荐给大家 因为之前还在跟播的时候 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节肌是七个小时 所以他有七集 第一集就是第一个小时 然后第七集就是最后一个小时 对 然后剧本写的非常的好 那就是每一集都会最后的时候 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紧张 然后接下来该怎么办 而且我买了非常多的那种布线 那所以我觉得他的布局也写的非常好 那描述的就是山姆这个谈判专家 他是专门的是企业谈判专家 就常常飞来飞去 就是帮企业之间做一些谈判 然后尤其是要fire员工的时候 进行那些谈判的这种高手 结果他搭了飞机 其实他的 他难过的就是 他的太太已经跟他分居 因为他太太 就是反正他一天到晚都在各国飞来飞去 就是感情就有一点那个 然后太太跟他分居之后 也交了新的男朋友是伦敦的警察 当然这个后来也是有布线 这个伦敦警察后来一定又跟这个截击案就会相关 这样子 那他他就是 可他还是一直想要挽回他跟分居妻子的感情 然后于是他从杜拜搭上了这位 这台即将前往伦敦的飞机 七个小时就会抵达 结果在飞机上就发生了截击 对 然后机上有非常多人 彼此的关系又错综的复杂 错综复杂 然后地面上又有机场管制员 然后甚至有外交大臣跟内政大臣 而且甚至他们飞到匈牙利上空的时候 匈牙利的军机都飞上去 要把他们击落 因为他们有可能会他们认为你们被截击了 你们有可能会在匈牙利坠落 那到时候会伤害匈牙利的人民 什么的 所以我们要上去把他们击落 所以每一集都有非常紧凑的剧情 你还真的把它看 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挺美好的 不能看这种片 没有啊他结局也是很美好的 就演一个小时 好可怕 而且我觉得他在里面就是这个男主角 其实他也有他的脆弱面 可是他会利用他的谈判技巧 所以我们会学到谈判的技巧 对对对 谈判技巧就是要怎么样 对方想要什么 你要聚中协商 然后达成共同能够接受的协议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步很值得干 而且我告诉你 最后你以为截击 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 有两个恐怖分子被英国政府关起来 然后这次截击的诉求 是要把那两个恐怖分子放出来 不然就要把机上的所有人杀害或者坠机 可是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一切都是跟经济问题有关 究竟是什么经济问题 就请大家看这个电视剧 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是 好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 还有两部电影 幸福好时光 好 阿德还要介绍两部看起来是比较艺文派的电影 对一部是寻爱小说家海史密斯 这是一部纪录片 然后描述的就是 这个非常知名的美国女作家海史密斯的 爱恨情仇的一生 那里面有很多 因为他有写日记的习惯 所以有很多的文字啊 跟他的遭遇 就是根据他遗留下的日记 然后把它成为纪录片里面重要的内容 那海史密斯呢 其实他曾经写过非常多小说 然后也非常的畅销 所以他是一个蛮富有的女作家 那他写过天才雷普利 火车怪客等等的那些小说都非常的畅销 他常常写一些那种推理悬疑 然后谋杀的剧情 那可是他的人生呢 其实我们看了 其实我们也觉得 他会有这样子的悲惨的人生啊 然后成为他写作的养分 其实也是一个蛮可怜的小女孩 他的母亲啊 跟他的父亲 他在那个小时候 他出生前 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然后妈妈后来生下他 就把他丢给奶奶抚养 那后来妈妈就另外又有新欢 然后在纽约 然后在他小时候才 好像六岁的时候 妈妈才把他带到纽约去居住 然后他本来住在德州 然后跟奶奶的感情很好 可是又被掠夺 就是他的 他又活生生的从德州到了纽约 其实是天差地别 而且更重要更惨的是 他一生都希望得到他母亲的爱 可是他母亲却从来不爱他 是 对 然后 为什么会这么讲 因为他自己曾经在 他留下来的日记上写着 我已经嫁给了我的母亲 所以这辈子 我不会再跟任何人结婚了 他居然写这个 他跟他的母亲 已经 其实母女的情节 自古以来 每个家庭都有的 对 但他比较惨的是 14岁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知道 他自己是一个拉拉 他喜欢的是女生 可是他的母亲 却强迫他改变性向 对 叫他去跟男人约会 怎样 希望他能改变性向 就是他对他所作所为 是彻底不赚成 这也是控制欲很强的 对 然后反正 他一直渴求他母亲的爱 可是他后来发现 再也得不到 结果他 中年之后 他后来 居然委托律师 跟他母亲 彻底断绝 法律关系 对 等等的 就是作为 然后他也 这里面也有访问 他以前的情人 然后他们就讲说 他本来以为 他早上都是在 喝果汁 写稿 结果没想到 还死密斯 每天早上起床 就在喝酒 然后一边喝酒 一面写稿 然后当然他有一些情人 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他这样酗酒 等等的 当然他跟他母亲的关系 也影响到他跟人 情人 爱情相处的关系 而且他妈妈知道 他是同志之后 就是不断的侮辱他 我觉得 这个就是 大概有一两百年 人类都一直在 这种状况下存活 对所以这就是 这个纪录片 我觉得是蛮真实的 然后不过后来 他就发现 他最好的 他后来就选择 自己独居 他跟情人 也没有办法相处 然后他就独居 但是他有养猫 可能就是像 莫里斯那种 诈骗集团的猫 他们就生活在一起 这样子 猫最随和 对 他就一直 续续他的写作 对 所以这个纪录片 也蛮推荐给 喜欢艺文的 文青观众来看 接下来你要介绍 妖怪图鉴 还是神玄之地 我来介绍一下 那个 妖怪图鉴 因为妖怪图鉴 这部电影呢 就是现在 就是 大家暑假前 可能还可以看一下 那你 这是新元节衣演的 对 然后作曲者 这个主题曲 是他的老公 新演员 然后演唱作曲的 所以等于是 夫唱夫水 然后就是描述 三个小孩 那他们呢 就在那个 日本的乡间 好像也有那种 小庙 类似像土地公庙 他们就在那边 许愿 他们许的愿望 都是同一个 希望他们的同学 赶快醒过来 因为他们的 女同学啊 就有一天 他们约在 一个地方 结果那个 音架 广告的音架 倒下来 结果那个同学 就到现在 在医院昏迷 所以他们许愿 是希望 那个同学 可以回来 然后没想到 这个就是 妖怪就在里面 然后这个小妖怪呢 就要实现 他们的愿望 于是 他们就跌进了 还有新元节衣 这个新来的老师 就跟他们一起 跌进了一个 非现实的世界 然后在那个 现实世界 他们要收集到 很多的妖怪 然后呢 才能够拯救 他们的同学 对 然后像在玩 皮卡丘 那个收集游戏 对对对对 然后我不知道 他那里面的妖怪 是不是日本传说 里面的一些妖怪 通常只有一个 眼睛的都会是 没有 他里面有一个 叫做百慕鬼 就是全身 有好多个眼睛 然后很多的 然后那些妖怪 他要如何 把他们抓起来 先收服他们 然后之后 再让那些妖怪 去实现 他们的愿望 然后一路破关 然后最后 当然这种 这种故事 都要让大家知道 最后他们的爱 和友谊 可以 还有勇气 团结 可以最后拯救了 他们的同学 看起来也是那种爽片 对 就是很热闹的片 一路像打电玩的 这样的过去 对对对 好 非常谢谢 阿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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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